大家好,我是小韩,欢迎来到明寒十一,莲藕营养丰富,尤其是秋天的莲藕最养人。 这个季节呢,我们要多吃莲藕。 然而,炖莲藕汤呢,又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吃的一道家常美食。 但是,很多朋友在炖莲藕汤的时候,不是颜色发黑,就是口感不够软弱。 那今天,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炖莲藕汤的小技巧。 炖出来的莲藕,口感软弱,不发黑。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,准备两极莲藕,把皮去掉。 削不到的地方,就用小刀刮一刮就可以。 炖莲藕呢,一定要选择老一点的莲藕,这样炖出来,才会软弱粉面。 而且,在选择莲藕的时候,要选择两头封闭的,这样里面的藕洞才比较干净。 削好以后,把两头切掉。 看看,里面的藕洞是不是非常的干净。 然后,对半切开。 再把它切成滚刀块。 切好后,装入大碗中。 往里面加入没过莲藕的清水。 加一勺盐。 一勺白醋。 抓拌均匀,使盐和白醋溶减开。 盐和醋不仅是很好的调料,它们还可以防止莲藕氧化变黑。 像这样,给它浸泡10分钟。 这样浸泡出来的莲藕,炖的时候,就不会变色,发黑了。 炖莲藕呢,这一步,已是最关键的一步。 接下来,准备一颗大葱,切成葱段。 一个生姜,切成片。 全部切好后,装入盘中备用。 这是刚刚去市场买回来的排骨。 现在猪肉便宜,这么多才花了20元不到。 看看,这个排骨非常好,而且价格不贵。 把它倒入大碗中,撒适量的盐。 加一勺面粉。 加入少许清水。 把它抓拌均匀,使每一块排骨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粉。 用盐和面粉来抓洗排骨,可以很好地把排骨上的灰尘和杂质吸附出来。 抓拌至感觉有点粘手,就可以了。 然后加入清水。 把它抓洗干净。 把表面的面粉抓洗出来。 多抓洗一会儿。 然后把它控水捞出来。 放入漏盘中。 再用流动的清水,多冲洗一会儿,直到洗出清澈的水为止。 看看,像这样,排骨就已经清洗得非常干净了。 直接倒入锅中。 把葱姜片倒进去。 加一勺料酒。 加入没过排骨的清水。 开中火,慢慢地烧开。 随着温度的升高,排骨里面的浮沫就开始慢慢地漂浮出来了。 再用勺子把浮沫撇出来。 这层浮沫就是排骨腥味的主要来源。 所以,一定要把它撇干净。 这样做出来的排骨,吃起来才不会有腥味。 浮沫撇干净后,再煮三分钟。 三分钟后,把它控水捞出来。 放入漏盘中。 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。 洗去表面的浮沫。 洗净后,控水备用。 接下来,锅烧热,加少许猪油。 把猪油炒至化开。 再把葱姜片倒进去,翻炒出香味。 炒出香味后,把排骨倒进去。 继续不停地翻炒。 炖排骨呢,我个人觉得炒一炒,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 把它炒至排骨微微变黄,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然后加入适量开水。 加开水,可以使炖出来的汤汁浓白。 要是加冷水,会使排骨变柴。 搅拌搅拌搅拌,煮两分钟。 把葱姜的营养煮出来。 这个时候,将浸泡好的莲藕控水捞出来,放入盘中。 两分钟后,把葱姜片夹出来不要。 它们的营养成分已经全部激发出来了。 要是再继续煮下去,吃起来就会影响口感。 再把它捞出来,装入砂锅中。 汤汁也倒进去。 盖上盖子,大火烧开。 烧开后,把莲藕倒进去。 加少许白醋。 加白醋,可以去腥。 还可以加快食材煮熟的时间。 这样可以减少烹饪的时间。 盖上盖子,小火炖50分钟。 接下来,准备一把红枣,放入碗中。 加少许面粉。 先把它们抓拌均匀。 再加入清水。 把红枣像这样搓洗搓洗。 多搓洗一会儿。 这样可以更好地洗去红枣上的灰尘。 再控水捞出来,放入另外一个碗中。 加入清水,多淘洗几次。 把它淘洗干净。 然后把它倒入莲藕中。 盖上盖子,继续炖。 观众朋友们,视频看到这了。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,给我点个赞,帮忙转发一下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非常地感谢。 时间到,往里面撒适量的盐调味。 这里,就不用加其他的调味料了。 炖汤呢,尽量原汁原味,更好喝,更营养。 在出锅之前加盐呢,可以使莲藕的汤汁鲜美好喝。 就这样,一道非常有营养的莲藕排骨汤就炖好了。 看看,这样炖出来的莲藕不发黑,不变色。 闻着就非常香,看起来就很有食欲。 排骨已炖得非常的软烂。 吃起来软糯鲜甜,非常的营养。 老少皆宜。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对您有帮助的话,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 我是小韩,谢谢大家的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见,拜拜。